诶,凯莉,你不是放产,你竟然这么回来了 没错,因为百灵果今年在我生产回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11月9号4点到6点,我们有户外脱口秀 因为场地有6000人,我很怕坐不满 对,大家那一天要存在你的日历上面 那天一定要来台中的文心公园跟我们见面哦 对,台中文心森林公园的圆满剧场哦 然后我们会找来宾,然后也会有演出,然后我们也会做Live Podcast 重点是免费入场 免费真的,我们超佛的 哈哈哈哈,自己说 没错,因为免费入场啊,所以我们就一样会招商 我们也会现场卖周边,我们希望会出非常 可爱又有趣的周边给大家 对对对,还在设计中 还在设计中,不要讲的不要讲太多 我自己也不知道长什么样子 所以没错,如果你是大干爹 想要赞助我们的活动,欢迎写信过来 那如果你是小干爹,我们现场也有摊位的赞助 欢迎大家写信来 KKAPPBilingualnews.com 欢迎来到婴儿限定 This is Cam 我是凯莉 还有我们今天有朋友 叶教授来跟我们聊天 耶,凯莉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久没看见教授,他刚刚走进来想说WTF 这也太瘦了吧 你少一半耶 你少一半耶 你少掉大概十个婴儿的 十个婴儿 有 刚出生三千 你说你三十公斤 一个newborn大概是两千三千克 对三千 所以十个婴儿 差不多 你瘦了十个婴儿了 差不多 你能做这个标准 不是啦,人年纪到了 你就想你身体有十个婴儿拿掉 这很恐怖耶 真的,我再换一个我就受不了了 你拿掉十个 所以整个人见不如飞耶 因为真的整个 就你整个脚的压力完全消失掉 膝盖啊,什么都 膝盖什么都有差 就是将近三十公斤就消失了 哇,你三十公斤是花了多久 一年吗?还是半年? 没有啦,我大概从今年二月中的时候才开始 哇,那很快耶 太快了啦 这么短时间瘦掉三十公斤 怎么做到的 怎么做到 而且这样会不会不健康 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其实概念上我觉得不怎么健康 因为我的做法 是就几乎不吃东西 那太极端了啦 因为我突然觉得我的身体好像 这样代谢会有影响吧 不是代谢受影响 因为我如果有吃东西的话 我一天大概吃三百大卡 那如果 然后我做过什么 七天不吃东西啊 三天不吃东西啊 你在做这个 fasting 对,我做fasting 然后 fasting到后来我发现 因为就是那个胆固醇有点高 胆汁分泌有点过程 真的啊,会因为做fasting 你会感觉到 那我感觉到之后 不好意思,请问胆汁过高是怎么感觉 是酸酸的吗? 不是,你的嘴巴是苦的 你的嘴巴会是有很重的苦味 然后 当我感觉到 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就开始回去 相对比较正常的吃东西 那我一开始吃东西 相对正常 可能就是吃差不多一千两百大卡 然后就回到正常 就大概你的肌带 对,肌带左右 然后我 因为吃到肌带 我就开始运动 然后就每天可能运动个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 你做什么运动 快走 就快走 或者是走有坡度的那个走路机 对 就是让心跳跳上去 然后用有氧运动去代谢 现在其实这样子是蛮健康 只是前面 前面好激劲 一天三百大卡 这很猛耶 可是你如果不先让身体瘦下来的话 你也没办法这样走 因为你这样走 反而对关节又带着很多负担 哇 所以体重一定要先降 你怎么会这么有 你突然 愿意做电视 因为30公斤真的不是一个 一般人两三公斤就啊 fuck it 这样 因为年纪到了嘛 我们年纪我们童年我知道 我们童年 因为年纪 看起来年轻很多了 对 你看起来跟我童年了 对对对 你瘦30公斤我怀孕 我们看起来是一样了 fuck 可是这个 这个真的是一种感觉啦 就是因为以前年轻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就算身体不健康 我就算比较胖 可是我的心脏还是没有异样的 但我随着大概38 39岁 一直慢慢接近40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心脏的负担变重 这个是一个主观自己的感受 不是说我去做健康检查 我看到10个红字 我看到8个红字 因为很多人好像是靠健康检查嘛 对 因为它就是一个alarm嘛 对 所以你之前看到红字 你没有怎么样 因为我有一点红字 但也没有那么多 对 然后我会觉得好像还好 可是我自己心里的感受是 我的心脏好像负担太大 我想这样的critical moment是什么 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突然觉得oh my god 我心脏有点负担大 没有没有没有 就即便我每天早上起床 我都觉得我心跳太快 你有测吗 没有啊 就apple watch 他不是跟你讲你的 就静止的心跳在多少吗 大概多少 我以前大概将近80 那蛮快的 睡醒80很快 然后我现在已经降到50了 那很棒耶 恭喜恭喜你 恭喜 这种东西是你身体可以感受到的东西 这很棒耶 我真的很为你开心耶 我真心为你 真的是要年纪到我就该做了 那这样子整个瘦下来 太太有说我们再生第三个吗 没有 太太对你态度有没有改变 没有 too late 都结婚那么久了 要找一些热情 他认识我的时候 我是跟现在长差不多 那他没有觉得天哪好像回到台 对啊就热情又回来了 没有他觉得怎么好没什么low 哈哈哈 他喜欢肉肉 抱歉没有肉了 哦 抱歉没有肉 感觉就会像是你老婆 会跟你讲的话 我太太也是这样说 说你不要瘦哦 我说他什么 我不要哦 你知道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业务有这样讲吗 他就说 你们两个运动都没有关系 就是让自己健康一点 但是你要跟Ken说 他不可以太瘦 为什么 我说你不用担心这件事 他想像太瘦可能是 变成 就是 竹竿那样 竹竿那样 对对对对 我先生这样也没有啦 不会我永远不会 我就跟他说你想太多了 他想太多了 我们一辈子都不可能变那样 对对对 我人生没有看过 没有人设翻车 就是要胖胖的主持人 我从来没有看过腹肌 哈哈哈 你现在也算健康的啦 就尽量 我尽量尽量尽量健康 你都我在运动啊 对尽量尽量 尽量尽量 他吃的也不少 他吃的绝对不止1200卡 对我吃的超过1200卡 你看你的短影音 对那个一个短影音 每一个一个就抓1000卡 3000卡 1000到2000吧 而且日本好吃那么多 对对对 真的 叶教授你平常都是美国吗 在美国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叶教授是住在美国德州 然后在那边的大学当教授 对对 然后在那边是做国际 对不起国际 国际关系 已经是主任了嘛 系主任了 可以这样讲 那你的小孩都是在美国出生 长大受教育吗 嗯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德州那边 I don't know 幼稚园 然后教育是怎么样 对对你那时候 其实我们从 其实最好奇的 就是从那边生小孩 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那边应该也没有越少 这种东西嘛 德州 概念上没有了 当然你可以找得到 因为其实华人多的地方 像休斯顿啊 LA啊 San Francisco啊 紐约啊 你要真的找所谓的月少 他们是有 他们甚至是有住在你家 帮忙你的月少 也是有 对对对对 居家有钱的问题 那当然价钱 一定比台湾贵嘛 这是没什么好说的 那我太太生的时候 其实她并没有请月少 她是请她妈妈 来帮她做月子 OK 所以我这样子 我觉得相对 她跟妈妈感情很好 那有些人可能 不做不做不做 因为我有听说 婆婆会飞机撞的 你跟她妈妈感情好不好 还过得去 还是德州房子够大 所以还OK 可以躲起来 大家有空间 可以躲起来 可以躲起来 所以她是她妈妈 她做的月子 那她妈妈每次都来 待大概一个月左右 就把月子做完 因为她甚至连生化汤 还有月子要吃的中药 都是从台湾直接真空包装 就心里拉过来 就很用心 对对对 因为台湾都有卖嘛 台湾都已经做好 然后你每天只要隔水加热 就可以吃了 所以她月子是有做完的 那你说小孩子的成长 不好意思我再问一下 所以在美国就是生了小孩 24小时 48小时没问题 就叫你回家了 大概两天 就48小时 你努力结束 就你小孩子生出来 然后确定小孩子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就是 可能试试看 就护士会教你说 你可能要轻胃啊 或者是怎么样啊 在48小时以内教完 对对 然后差不多 然后等到差不多 隔地住一天 第二天的时候 她就叫你等你天天 她说你看没什么状况了 可以回家了 那样子的状况 不会很手忙脚乱吗 你记得吗 多久以前的是 2011年 那是十多年前 那是我儿子生的时候 那这样不会搞病状状况啊 很手忙脚乱 连洗澡都有点不知道怎么洗 不会啊 反正船到桥头自然只带回去 你不用跟我讲 你跟他讲 你跟他讲 是这样吗 传到桥头自然只 他不就是一个小孩子 洗澡的那个盆子吗 然后就放水嘛 然后泼泼水啊 对 基本上就是这样 他不就是都这样子吗 那当然 美国他一开始在生之前 他也会给你一个手册说 就因为妈妈手册你知道 台湾应该也有啦 就是他会跟你讲说 小孩子要注意的事项啊 换尿布要怎么换尿布啊 然后洗澡要怎么洗澡 对他就是把一些东西讲完 那那个东西就是你就翻一翻 大概是这样子 反正做就知道了 我的原则就是 不会的东西做了就会了 那你第一次在帮他们 就刚开始在帮他们做的时候 你会很紧张吗 还是怎么样 可能会耶 但你现在问我 我觉得已经都过很久了 我很难记得起那个心态 因为那是13年前的事情 我儿子已经13岁了 所以13年前我是不是很紧张 我猜我有点紧张 因为很软啊 但我觉得跟你讲啦 这个心态是这样子啊 当然我可能有bias 我是男的 就是你可能前几次很紧张 做到第三个月就觉得很烦 第三个月才烦了 不错 又要弄又要弄 又来了又来了 又大变又大变 对对对 就是慢慢的就变成 不是新鲜感 不是紧张感 而是好烦躁 合理 这是我觉得所有父母 都会经历过的事情 都是这样子 除非你真的是爱小孩爱到一种 连烦都忘了 对 但我觉得大多数的父母 不是这样的心态就是 大家不是圣人嘛 不是啊 因为就是在照顾啊 又还就是照顾一个动物 一定很烦啊 那就是Karen啊 她就是Karen 听起来就很烦 你爱她啊 在某些时候你很爱她 在某些时候你觉得很痛苦啊 就这样子而已啊 那爱恨是一体两面的嘛 那你现在都让你的小孩 是都念公立幼稚园吗 还到小学吗 是 嗯 得多的状况是什么样 对啊 美国的学智跟台湾有点不大一 因为台湾基本上就是 幼稚园有三年嘛 什么小班 中班 大班 然后再接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国小 然后七年级到九年级的国中 还有十年级到十二年级的高中 现在的学智应该是这样 我没记错的话 美国不是 美国事实上 自私公立教育是从所谓的K开始 Kindergarten 就是台湾的幼稚园 可是美国的K只有一年 哦 所以美国没有什么三年的小的幼稚园 那几岁的时候送去 五岁 所以五岁到六岁 他是上幼稚园 那幼稚园是附在国小里面的 所以幼稚园是包在国小里面其中一个年级 他是K 像我们德州的学智 一般说不能说德州 因为德州不同的区域 他也学智也可能长不大一样 因为每一个 每个学校他要怎么去设计他的这个年级 是按照那边的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ISD自己去设置 所以光德州可能就有不同 跨州也会不同 但是基本上都是K开始 K 那像我们是K到五 所以从幼稚园一年 然后到五年级 然后国中是六七八 好酷哦 然后高中是四年 九十十一十二 是这样子切 那这些像我现在的小孩子 他们两个基本上 一个已经在国中了 一个今年要上国中 我都是安排在公立学校 因为我基本 因为美国是 美国跟他们一切也一样 就是你要 你住在比较好的区 他的学校就会比较好吧 公立学校也会不错 因为我们很直接 我们每年的房屋税 一半是给学区的 哇 可以这么好 我以为在保守党的区 他们对教育就不会 也不会 其实德州的 德州房屋税的税收 是非常高的 德州房屋税是按实价 增收到2.3% 2.4%到3.2% 蛮高的 实价 每年都要付 那这几年你们不就 税脚要爆掉 泽州这几年不是涨爆 每年都在缴 这蛮硬的 蛮硬的 很硬 那台湾那个几亿几亿的 讲二点几% 打个比方好了 我一年 我现在住的房子 我先不要讲它的价值 我现在住的房子 我每一年要缴税 税加水 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税则 通通加起来将近快一万块美金 哇靠 很硬喔 对 哇靠 对不起 我不太惊讶了 所以你就想嘛 你缴一万块美金 学校拿到五千 那这个学校会不会好 当然会好啊 可能会不好 那你说比较差的区域 例如说这个区域 它的税额比较低 然后它的房价比较低 我一年只缴了4千块美金 那学校是不是只拿到 2千块美金的资源 对 资源就差好多 对 所以资源就有差 所以我们的学区是好的学区 我就直接让他们念公立学校 那K之前 一般人会送所谓的daycare daycare在台湾应该叫拖儿所 拖婴嘛 拖婴之类的 但是它基本上是等同于 就是什么 台湾的幼稚园的中班小班 跟之前拖婴 全部包到里面 因为美国的daycare 是 几岁就可以丢了 12个礼拜就可以丢过去了 哇 12个礼拜好猛喔 不是啊 美国很多没有育婴假 他没有育婴 我还在想12个礼拜 那这样前面三个月谁顾 就要上班的中班 三个月是固定法律规定你可以放的家 哦 美国的法律 对 美国劳工法有规定说 就是假设 假设你们夫妻生的小孩 有一个人一定可以请到三个月 了解 的pay leave 对 那三个月之后 你自己想办法 所以说 12个礼 所以说很多的daycare 就从12个礼拜开始收 了解 那他收就很简单嘛 就是送进去放在那边 酷儿抱起来 喝喝牛奶 然后换个尿布 那你即便轻胃 你可以先胖不出来啊 然后请他冰起来 再热再给他喝啊 嗯 对啊 可是那那边就很忙欸 12个月到5岁 所以他们的range很广 对 你说daycare 就是会很难 分班 很难找位置 会不会很抢 就是 或很贵 可是他没有功力的啊 他都私利的 全部都私利的 那年纪越小越贵啊 例如说啊 我现在已经不记得 现在的价钱 因为我当初送daycare 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我那个时候 送小孩去daycare 我通常是在他们 会走路才送 所以他们一岁半左右 开始送 那一岁半的时候 大概一年 一个月 四个礼拜 差不多是将近800块美金 一个小孩子 800块美金 一个月 一个月 是十年前 十几年前 那现在可能是 一千一 一千二之类的价钱 那还是德州的价钱啊 那加州的价钱 会更贵哦 对 我加州朋友说 他只好辞职自己带 因为太贵了 而且那时候还找不到 coffee之后吗 而且 我说会走路 会走路是一个节点 因为会走路会便宜很多 不会走路的 就不用抱 不会更贵 对 所以最贵 我以为会走路更烦 因为你要一直盯着他看 因为十二个礼拜那种风险是比较高的 所以十二个礼拜到那种会走路之前 那个都很贵 然后会走路之后 他就会跟人家互动嘛 他会玩嘛 他会讲话嘛 稍微会讲话了嘛 所以那个就可以把它当做学生 稍微当做学生的态度来面对 那三岁之后又更好处理 对 因为三岁之后大概尿布也戒了 所以他都可以自己上厕所 偶尔会有一些accident 但是你就稍微 开始比较像人了 可以沟通了 对 所以那个又再最便宜 那更便宜 我记得三岁之后 差不多四个礼拜是六百块左右 越来越便宜 对 那我蛮好奇 就是你在一岁半之前 他都在家里 你们自己带嘛 那你们在家里 是跟他用什么语言跟他沟通呢 语言哦 其实我跟我太太在家里 基本上都是讲中文 讲中文 所以那他一岁半 直接去kindergarten的时候 不说错 daycare的时候 那怎么办 他就不知道老师在跟他讲什么吧 反正他自己会学啊 他就不用管了 我跟你讲 他那个时候 像我儿子第一次去daycare的时候 那时候我刚好在加州 我有两年在加州工作 然后我去加州 他最好的朋友是韩国人 不会讲英文 然后另一个朋友是中国人 也不会讲英文 所以他们三个玩在一起 三个小男孩嘛 玩在一起 没有一个人会讲英文 这蛮酷的耶 然后老师 老师是墨西哥裔的 所以我们老师最会讲的 其实是西班牙語 对 很酷 然后那个学校是双语教育 所以他教西班牙文跟英文 对 所以你就看到 讲韩文 讲中文 跟讲小孩子 跟讲西班牙语 跟英语的老师在互动 那你说一开始是不是都听不懂 比手花脚比手花脚过了半年 好像都会讲 那个 12345可以用西班牙语开数 这好可爱喔 非常酷的耶 所以 当小孩子那么小的时候 我觉得语言的barrier 它 不是barrier 不用烦恼这件事 不用烦恼这件事 它自然而然会适应 但 所以我们碰到的问题 其实比较像是 当大多数的小孩子都开始讲 同一种语言的时候 例如说他可能到k 到五岁开始 所有小孩子基本上都讲英文嘛 嗯 好 他们就不讲中文了 啊 因为要跟朋友讲 对 因为他觉得 我为什么会讲不一样的语言 那怎么办 那你们怎么办 没有 我就找 他们就固定有在上中文课 你送去那边当地的 学校 以前我有上过sunday school 但是我觉得那个效果不是很好 效果不好 他们就去玩吧 而且没有啦 不能说是去玩 因为其实那些老师很多是老一辈的 可能跟我在念国小的那种老师的辈分差不多 就他们的教法是比较传统的 嗯 那不变成说 如果他不认真 或者是我们不盯着的话 他根本学不到东西 而且小孩子没有incentive 要好好学吧 他们incentive 对啊 所以像我后来就abandon那个model 然后我现在就是在台湾找一个线上的老师 一直陪他对话 就等于他每天 他可能一个礼拜有三天 花半个小时 每次花半个小时的时间 跟他对话 然后教他认一些字 ok 然后教他写自己的名字 那你小孩会排斥做这些事情吗 不会啊 因为他们互动很好 ok 就是他喜不喜欢老师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那老师算蛮年轻的 然后也比较有耐心 英文也ok 所以他们可以用英文沟通 又可以用中文沟通 这好棒 就是要找啦 要一直try 你try到好的时候 你就可以让他们一直吃下去 你说他们的中文能力到现在 就我自己的判断 他跟幼稚园 大概中班的小孩子不会差太多 所以他们一个已经13岁一个11岁了 可是 会讲就好啦 总比不会讲好吧 对 会认一二三四 总比认不出来好吧 对啊 没错 那你说你要让他的中文能力 比英文能力更强 那不可能的事情 我根本要去想这件事情 没错 没错 所以你就不是一个比较焦虑型的爸爸吗 要焦虑什么 不知道 因为我都会焦虑 我都会想很多啊 他想很多 嗯 你说要不要送双云学校 美国学校 澳洲学校是不是太贵 对啊 康桥 怎么样 会不会在那边 我们只是一个小小podcast 会不会太硬 或者是 或者是说 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 在那网路上的形象 然后去那边 然后被老师怎么样 不会啦 老师都很有职业道德的 不会因为你是 或是同学大妈 然后跟同学 就是都会想不到多了 他想很多 他想很多 对啊 我有跟你说那个John Stewart 有上一个节目了 然后就有分享这件事情 可是他女儿已经18岁了吗 没有 不就整个过程啊 整个过程当中 他就有讲说 就是他怎么跟小孩子沟通 就是爸爸是很成功的人 可是整个过程当中 就是很多人对他丢死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后就是在讨论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蛮苦的 就是就是一个职业而已 就这样 对啊 对 我也这么觉得啊 那你说 例如说私立送公立 我觉得差一只是在于说 你要自己去评断 你希望你的小孩子 受到什么样的教育 或什么样的教育 比较适合他 嗯 因为我自己是公立 公立教育的product 我也没上过私立的学校 那我会觉得公立的学校 有公立学校不同的环境 因为他就是 有点像是一个常态分配 但是variation比较大 就是你会看到很好的学生 你也会看到 比较不好的学生 那私立学校就是 他可能平均值比较好 variation比较小 但是你小孩子可能在小时候就 比较不会碰到太多奇怪的事情 那这有时候是好事 有时候是坏事 怎么说 就例如说你 你小时候有遇到什么事情 那流氓都有啊 小流氓也有啊 小流氓威胁你也有啊 吸毒的也有啊 嗯 就是因为公立学校嘛 方面问你在哪一个地方念公立学校吗 龙潭 在龙潭 我讨厌人 可是那么久以前的小学 就是会吸毒 强力教啊 小学呢 哇 小学 国中啦 国中比较多啦 小学高年级可能有 但是那个时候你懵懵懂懂你也不知道 那我确定知道 国中应该是有人在西墙里教的 对 因为我们自己都有耳闻这件事情 那现在这个年代可能没有 人在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那个年代蛮多的 嗯 对那你说 听到这个东西之后你要去想说 哦我一个十三十四岁的一个小孩子 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人 因为他每天会见到啊 对 那你要怎么去不让他生气 怎么样不要去把场面搞得很僵 不要让你变成被target的一个对象 这我觉得都是一个社会学习的方式啊 那你在好的学校是私立 贵族私立学校可能比较不会碰到这样的学生 可会碰到其他的事情 都会碰到其他的事情啊 那他们可能碰到 例如说可能他们比 啊我今天带什么包包啊 比内衣的牌子 对对对对 我们以前 对因为大家住校 然后内衣会挂起来 嗯然后就直接看什么牌子 就对啊 你怎么穿这种内衣什么之类 啊真的假的 然后就说这个女生 就是我以前念国中 念私立学校 然后那个谁谁谁 他一颗奶子多少钱什么之类的 就他比的东西又不一样啊 那我没有那种经验啊 我没有那种经验 但是我也不知道那个经验 就是你 你传递出来的 或者学习到的价值观 是不是适合他的 或者是是不是 你希望他拥有的价值观 那目前在美国的 你这样在德州 小朋友在那边读书嘛 嗯 那我们在台湾看到新闻 可能比较多 就会讲说 啊那美国那边 可能有一些比较保守的州 他们可能会说 那个什么进化论不能交 你知道 因为有这种新闻嘛 然后或者说 啊有些州 可能要把十街放回学校 这种东西 有有有有 其实你会对这种东西 有任何的在乎吗 还是你觉得反美差 小朋友 能够健康长大就好 其实 因为我很好奇这种价值观的东西 我们在新闻上看起来 所有的政治评论员 看到这种东西都反应非常大 嗯 可是在那边真正的父母 还有你周边其他父母 到底在不在乎这种东西 第一件事情 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嗯 所以你要先接受这些事情 嗯 就就我们 就对美国人来讲 我们是外来移民啊 对对 尤其在宗教上面可能有不同 对对 所以我们今天去到其他人的国度 然后你就说啊 我不喜欢你们的宗教 我不喜欢你们的社会的氛围 那你去干嘛 嗯 说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本末导致的问题 我觉得我今天去了 不是说我接受我的小孩子 应该受到基督教的教育 或者应该去念时间 可是我觉得 念了也没什么不好的啊 我就即便不是教徒 我也会念啊 我也会稍微看一下他们在讲什么啊 就作为一个好奇心的角度 去观察这件事情 这没什么不好的 那当然你说哦 你可能因为在国小国中 上过这样的课程 你慢慢的就变成基督教的 哪有那么简单的 你想台湾人的小孩子 每天拿香拜拜 难道每一个人最后等到三四十岁 还去拜拜吗 其实是因为我就是 都是在教会学校长大 我也不是教徒 我从基督教 天主教我都读过 我不是 可是我好奇的 比较是说 因为宣文上 会portray出来的 就是变成说 他们价值观会非常保守 可能或者说 我觉得abortion不好 对abortion不好 或者是说 甚至对LGBT 有一些意见 这些东西可能就是 在我的眼里 可能会相对比较封闭一点点 就是我不知道说 在那边 会不会有这种的concern 会啊 concern还是会有的 但是这就变成你的选择问题嘛 就是美国很大 有些即便在德州 德州是个保守州 这保守州里面 也有所谓的比较liberal的区 也有比较concern 但是我们算是中间偏保守吧 哦 对对对 我们算中间偏保守 但是我们上一次投票 是拜登的票比较多了 这一次我 不敢讲 你有看 不小心 debay刚结束 可是我刚看完 debay 所有的人都说 哦天哪 其实是depressed 不要看 两个都很差 两个都很差 我看到 连Mother Jones都写了一个 写一个tagline 我看的超精准 就是 the Trump is the Trump we hate but the Biden is the Biden we fear 大家都不想要看到 拜登的那个样子 结果出来了 so you have a New York Times cover page when Biden walk away 对 好惨 那个总统 所以回过头来讲 就是 我觉得美国 美国的教育是自由的 它的自由度比台湾很高 高很多 就例如说 台湾会规定说 你小学 即便现在课刚是多元的 可是 你还是有 课刚还是一样 课刚是一样的 教科书 教科书是多元 但是你还是有一个核心的东西 你必须要教出去 美国不是 美国就是每个学校 每个学区 他校董会可以自己决定 他们要教什么 当然州政府 因为他拿州政府的补助 所以州政府会跟你说 大范围里面 你一定要教这个东西 可是 有很多变通的方式 例如说 你说一定要教十届 那你十届 一分钟教完 跟一个小时教完 都是教完啊 都是教完啊 那你会 你会让跟你的小朋友 讨论他在学校 学的这些东西吗 对他下课以后 对啊 我会去观察 没有我其实比较去观察 他跟他朋友聊天的东西的内容 因为 其实已经是 偷听啊 怎么观察 就偷听啊 就朋友会来家里 不见了 不见了 他们打电话啊 我小孩两个小孩都有动手机 他们就会打电话 他们在你面前讲电话 他很复古欸 还讲电话 我以为大家都传讯息 超复古 也有传讯息 那讯息我就没有去看 因为那个太多了 但他们都会在你面前讲电话这样 有时候会啊 那也很信任 信任爸爸 因为他可能也不大知道 我们到底听到什么东西 他可能 他可能不知道爸爸会偷听 也可能 你就是他 这个节目Air了 他大概也听不 也不知道我们在讲这件事情 对啊 对啊 所以回过头来讲啦 就是 以我自己小孩子的状况来说 他学校学的东西 其实他已经 这个年纪到了 他不大会跟我分享 就你今天问他说 人家学校怎么样 还好啊 很好啊 没什么事啊 你就知道小男孩 13岁的小孩子 你怎么会跟父母分享任何事情 对 而且爸爸还是教授 不要说 连他妈妈他都不会跟他分析 所以 我没有办法问到 他学习到教材 或学习到这些内容 他有什么样的想法 但是 我会去观察 就是他今天情绪 有没有不大一样 他今天跟朋友之间相处 有不大一样 那你说 这些学习的教材 如果他真的对他有疑问 他其实会跑到往 尤其是那种 他觉得这是什么意思 很酷 就是他不懂的东西 他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 他来问我 但是宗教或者是所谓的 自由保守这个议题 一直都不是他concent 其实我觉得不是他concent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 美国没有教或者是 德州来说比较保守 没有去处理这些事情 而是他根本不care 那他care的是什么 他有跟你讨论过什么议题 例如说 要怎么样把数学分数拿高一点啊 在实质上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那个原因是因为 他女朋友成绩很好 所以他一直觉得 好像不能考的 输得太多了 所以他是一个比较心态的方式 在考量他的成绩 但是学习的内容 其实到我现在自己去观察 当然可能是我小孩子 神经比较大条吧 也没有真正想过 所谓labor conservative 到底要站在哪一边 他还没有那个 因为他才13岁 因为他才13岁 年纪还没到 或许到15 16岁的时候 We have to have a serious conversation about it 对 但现在就是 他就是过得顺顺的 没什么事情 周遭没什么问题 很好啊 学校教什么 就学啊 那他会开始叛逆吗 叛逆 要define 看你怎么去定义什么是叛逆 对啊 你的叛逆是指他会 没事就跟父母相冲 还是你的叛逆就是他不听父母的话 还是他离家出走 哪一种是叛逆 还是他开始用抖音 抖音不能装 TikTok 这是你有跟他明确的 你有跟他明确的沟通过 这是House policy OK 我没有沟通啊 House policy 没有沟通 跟你沟通干嘛 我的House policy 你拿我的钱买的手机 用我提供的Wi-Fi service 你就要听啊 要不然你就自己出去找 找你自己的server啊 对啊 那如果他跟你说 可是同学都会用 我想要了解大家都在看什么 他有跟你讨论过这件事 我会啊 Instagram都有啊 其实理论上是这样 对啊 其实TikTok东西 Instagram都看得到 只是他语法不大一样 那Instagram是美国东西 你不可能禁掉嘛 所以他要看Instagram 我OK啊 你就是看嘛 那里面会不会有一些TikTok的content 会啊 但他不是TikTok的语法嘛 我只不想要那个APP 装在你的手机里面而已 OK了解 对啊 就这么简单而已啊 很合理啊 我没有禁止说内容上面 我可能不让你看这个 就例如说 你13岁的小男孩 他今天看了什么什么 不该看的东西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对啊 对啊 那你要去指甲干嘛 你会知道他看了什么 不该看的东西吗 你会跟他讨论这件事 不知道怎么知道 我说知道 知道 知道 我会 你会跟他讨论吗 不会 这怎么 你怎么发 你先 你怎么发现他看了什么 你发现他几岁的时候 第一 第一次看那片 大概什么时候 大概11岁多吧 你怎么发现的 去看一下他的浏览记录 不就知道吗 哈哈哈 果然我觉得爸爸 而且 而且不是我主动去看他浏览记录 是因为他的电脑 突然被锁起来 就是中毒了 哦 他下载了 不该下载的东西 他没有下载 因为 现在windows做得很好嘛 就例如说你要下载什么 安装什么 是要父母的权限 他没有下载 他是单纯的那个browser 被freeze 就是他的那个 例如说 Global Chrome 可能 太多tap了 太多tap window 然后我就去观察一下 到底发生什么事 要修嘛 修好 自然会看到那个browsing history 然后看完 哦那懂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 某些网站你不要去 那你有告诉他可以去哪些网站吗 我说你去问问 因为我觉得 我跟他讲哪些网站可以去 尴尬 美国的可以 中国的那些成人网站不要去 其实不见得是美国跟中国的 因为你说美国的完全没有那些 那些but 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说 而是 就是很popular 大概都没事啦 那不要去那很小众的那些网站 你就跟他讲到这样 对对对对 我跟他讲到这样子 那他也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知道啦 因为他同学 看这个东西 通常都不是你自己上网 同学会讲 通常都同学跟你讲 你要去这边 你要去那边 跟我以前小时候 大家传光碟是一样的 对 一样的概念 一样的概念 那你的光 凯莉你那时候光碟有被爸妈发现吗 我好像还有拿回家 然后放的时候奶奶走出来 什么之类的 这也很正常 对啊 奶奶都说 然后我说要不要一起看 什么之类的 反正我们家看的weird 这样 对 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对所以你回过头去想说 这种事情就一定会发生嘛 那发生的就自然而来 让它发生嘛 只能说美国基本上 不管是男的女的 大概 我记得是国小五年级的时候 他都有一个基本的健康教育的课程 性教育的课程啊 那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自己在台湾长大 然后父母也相对传统 所以父母没有跟我们讲过这个事情 学校也没有真的教过这个事情 那你说 我知不知道怎么去教我小孩这件事情 这也不大知道 那我们就先相信学校应该教得好 然后现在by far看起来 他们好像也没做什么乱子 所以大概ok吧 应该还ok 对对对 就是慢慢观察嘛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一直去观察 看他有没有做出什么奇怪的behavior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他可ok啊 他就慢慢长得过到那bundry 因为你荷尔蒙很冲动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你脑袋在想什么 但是人类都是这样子 就是在这个teenage的过程中 你慢慢去找到 我可以做什么事情 我不能做什么事情 但那个东西不是说 我一刀两段画出来的东西 而是你要自己bouncing back and forth 去找出你可以做什么事情 对啊 那你跟你的小孩会去讨论说 我们家是台湾人 不是Chinese 然后这个identity 这件事情 会跟13岁小朋友讨论吗 要怎么沟通 他们在乎吗 没有啊 我们就是说你们是 you're both born in the states 那你们就是美国人嘛 那你的parents from Taiwan 那我们是台湾人 我们并没有force you to be Taiwanese 但你基本上是 descendant of Taiwanese ok 然后我们会 当然也会跟他讲 像例如我邻居是中国人 我说他们是Chinese 那Chinese跟Taiwanese不一样 然后他们其实现在 我觉得蛮有趣的啦 就是可能是因为美国在 很多短语音的语法上面 尤其是Instagram Facebook 或Twitter 他有一些改变 所以他们现在看到比较多 就是在讲台湾跟中国 是不一样地方的 真的假的 好像很酷欸 对对对对 因为以前的TikTok不会 尤其是TikTok那很恐怖欸 所以他们不看TikTok 所以我才不能做TikTok 那问题是他们现在会 有时候会跟我讲 哦对我们是台湾哦 他们是中国哦 好酷哦 很有趣哦 我没有教 我没有教 我没有跟他们讲说 是中国台湾一边一国 你没有讲出这句话 我没有讲过这句话 你没有讲出这句话 你是一个不称职的台独分子 那我的理解是这个东西 你迟早一天就会发现 可是因为你的角度 他的角度是美国的角度啊 所以我跟他讲这个事情 他听不一定 他理由他听不懂的啦 是 因为要我们自己才能感受这件事情 没错啊 但是他现在会透过这些 周遭不同的讯息端语 慢慢去抓到哦 然后中国跟台湾是不一样的哦 啊台湾自己是一个国家哦 对对对 他慢慢的掌握到这个事情了 那问题是这个东西是 你硬去教也是教不出来的 嗯 因为你要成长到一个阶段 或者接收到足够的讯息 要耳濡目染 要耳濡目染 对对对对对 那就我也跟他们讲啦 就是啊我没办法带你去中国 我去中国也被抓起来就这样 哈哈哈哈 这样这样其实就讲蛮多的了 哈哈哈 直接 throw shit 哈哈哈 对 与其说什么一边一边一边 爸爸去那里会被抓起来啊 对对对对 那边没有那么善良 哈哈哈哈 都没有这样说 我只是说 然后他们就很自然问我说 那你为什么会被抓起来 我说 哦因为我亏得骰是他们的国家啊 哦 就是一切都是以和 有逻辑的方式在跟他们慢慢讲 有逻辑啊 我亏得骰是他的国家 然后他们并不是一个democracy so they don't allow you to criticize their government 啊 那小朋友其实也可以理解啊 对对对 这样的逻辑就可以理解 但你跟他讲 啊台湾中国一边一国 其实他们没办法 没办法 but they're bad 他们也不太懂说 bad在哪里 对对对对 因为我曾经花了大概 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用很简单的英文 跟他们解释 台湾跟中国的历史 对 但是 这超难的 又很概略啦 对当然 他们大概有个初步的概率 可是你要去讲到很细的东西 例如说 啊那 台湾 国民党的时光 台湾是台湾 那台湾为什么叫做China 对啊 我刚才想要问的 下一个问题就是 他要问你ROC Republic of China 这怎么办 为什么叫做China 为什么是Chinese Taipei 对为什么不是台湾 听台湾 为什么是听Chinese Taipei 好烦喔 对 好烦喔 这个比APL还难处理 那讲完新超累 对对 台湾问题 好处杀 我不能讲台西 因为讲台西他们的年纪 还没办法理解到这么细节 因为他们有过去的历史的知识嘛 所以我只能讲说就是政府跑过来 然后就去占据这边 然后大家就 大家现在就是变成两个独立的政府 那问题是某些 某些人在这个政府里面认为那个是他们的 然后那个政府所有人都认为这个是他们的 我已经觉得很复杂了 对啊 就这样子 对啊 然后说他比较大 所以他一直打压我们 就这样 OK 用很简单 用小孩子听得懂的方式解释这件事情 对 那他们你说他们有没有办法建构台湾人的认同 不大可能 除非我今天让他们在台湾住个三年 住个五年 那他就会真的会变成台湾人 你应该也没有这个计划吧 我也没有办法三五年待在台湾 我是可能就大学交换学生过来 可能他们自己选择的话 有可能啦 选择如果做交换学生过来一个半年啊 一年啊 我觉得是可能的 那当然那个是 因为我 我心里有一种想法就是 你18岁离开家之后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所以自己做决定 对你自己做决定啊 我你可以问我 我可以给你意见 例如说你说啊 你想交换学生 你现在有日本 台湾 什么法国德国 你应该去哪个 我说 其实我选不太出来 我觉得每个都很好啊 其实是耶 对对 法国也 认识自己的根也很好 可是去欧洲也很好 去欧洲也很好 去日本也很好 你大学就四年嘛 对啊 当然你可以念到八年也可以啦 但是我也不建议 你大学四年 你如果有一年是要去其他国家游学 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强迫你选台湾 好像也不用 其实也不大选 因为我现在就已经强迫你 每一年几乎要回来台湾一个月了 就还暑假是吧 不是 我回来你们就要回来啊 对啊 那好像也 他们现在也跟你一起回来嘛 对不对 到现在旁边咖啡厅啊 OK 对啊 所以他们已经有一直在接触台湾的东西 那是不是需要用一个制度性的管道 让他去知道更多事情 也好 但也 没有一定 没有也没有怎么样 就例如说像我现在 因为我自己会日文嘛 所以我会带他们去日本玩 然后他们去日本 他们上次去Disney Disney Lane 然后Disney Sea 玩到快疯掉 然后他们现在觉得 日本好棒 也是可以理解 他们也会开始看卡通漫画 一直都在看啊 anime这些东西 日本anime 因为那个日本的anime 在美国都有配音嘛 就跟台湾有些一样嘛 对 他们都在看Netflix上面的配音啊 所以 那个对我来讲就显摩歪道 因为不讲日文都假的 no 从我的角度啦 但是跟他说 你要看也要看有字幕的 选原文 选原文 我放Dragon Ball 我放那个七龙珠 然后选原文 然后放字幕 他们说不行他要听英文的 no 天啊 所以你都知道那些anime的英文名字 是什么 不是 当他们转成英文的时候 我就会离开 我就会飞啊 鞋门歪道 不是因为 真的听不尽兴 听不下去 听不下去 因为对我来讲 日本的声忧跟动画是连在一起 对 没有日本的声忧 那个动画是不存在的 只有灵魂的声忧给了动画灵魂 所以英文的配音都不行 那不行啊 中文的配音还比英文的好 对 中文的配音还好一点 因为中文真的有在训练 所以他 他会把一些情绪讲进去 那台湾人的要求会 拿日本的来比啊 对啊 美国就是 那这样你们看之前Netflix 那One Piece 那个海贼王 讲英文你们会觉得 干这样 还是那真人版 那真人版啊 真人版不用看了啦 任何东西真人版做都不要看 对 我也是这么觉得 因为看完都会伤心 会很痛苦 自己会很痛苦 地方好笑 可是小孩子可以看 因为他 他开心就好 他没有完整的接受过日本的动画 他没有从海贼的第一画就开始看 对 他也没有看过漫画 对 他没有从漫画上 要从黑白 要从那个寶导少年开始看 对对对 他没有那个历史 所以他要去看真人版 我ok 你不要拉我下水就好 ok 我都一直把我家那些漫画都留着 就是有一天可以给 还是说他爸爸这古董也可以晒一下里面 叫你出去晒漫画 可不行 那上面写中文那看不懂 对 所以小孩子就 像我小孩子去日本他也觉得很好玩啊 那欧洲我还没去过 那我想说如果有一次 只有有机会带他们去德国去法国走走的话 他们可能也会喜欢上这个地方 因为感觉不一样 对 有时候不单纯是文化 不单纯是语言不单纯是文化 是你到那个当地 你光下飞机 然后给 然后到处东看看西看看 你会有不同的感觉 对他们来讲台湾已经算是 哦我这边来过了 哦我这边看过了 很熟悉 可是他会不会特别喜欢 他也没有到特别喜欢或讨厌 他就是他已经有熟润感了 对 可是其他地方没有啊 去日本做那个JR 都是新的啊 没看过啊 对啊去Disneyland 没去过啊 对不对 像我可能在安排说 看今天有没有机会 带他们去大阪环球移城 好酷喔 你也很认真的带他们体验不同的东西 因为我可以控制日本发生的事情 哦 我至少语言会通 欧洲我有点怕 因为我不会讲 我不会讲法文 不会讲德文 但听说英文会通啊 英文现在还算通 这一起冒险啊 真的算通 法国人不喜欢英文啊 没有 现在没有 我觉得大家为了观光 我为了观光 疫情后大家要赚钱 现在怎么都可以 真的差很多 差超多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去看看 就让他们自己去探测 那你小孩几岁的开始 你让他们开始搭飞机 带他们一起搭飞机 哦搭飞机 因为现在网路上 台湾网路大家都在讨论说 小朋友在飞机上哭啊 对对对 我其实蛮好奇 你几岁 他们几岁开始搭 然后还有美国怎么看待 我当然知道每个人不一样 可是general in general 大家怎么看待 crying baby on the plane 这个问题 我自己的话 我儿子第一次坐飞机 应该已经差不多一岁半左右 所以他在飞机上面 没有怎么哭 没怎么闹 他就吃东西啊 也不能说没怎么闹 就是吃太多 竟然会非常吐 那算了 一岁半一岁半的时候 竹还好啦 那个那个对我来讲 就是对长龙空姐很不好意思 吃太多 吃太多吃到好多 这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就小孩子什么事情都焚发 那我女儿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 她那个时候应该才差不多 三个月六个 三个月左右 就小baby 真的是crying baby 好那 那正在是我们是跟我丈母娘 呃一起做的 所以说她基本上就是 不是她抱 就我抱 就我她也抱 所以那个crying的效果没有那么强 那你说她会不会哭 一定会哭 因为那个恶民 对啊 因为她的压力不同 所以她耳朵会有那种耳鸣的感觉 她一定会哭 可是 你如果要让她比较不哭 不影响别人 就是你辛苦完就是抱着 对不对 好 那有没有别的选项 有啊 我看到很多外国人的父母 尤其我们自己在搭这种domestic fly 可能我例如说我飞到Less Angeles 然后她要三个多小时 从Houston 那她的小孩子可能就是哭 从上飞机那一刻 哭哭到下飞机那一刻 好 那 他们就放着 放着 那有的会哄啊 会拍拍啊 可是她哭 不停不下来也没办法 你也不可能在乱流的时候站起来 在那边走来走去啊 对不对 那我们作为乘客 就是逆来顺手 然后不是95 是所有乘客 所以你觉得在美国 其实有些人很凶 很自我 大家都还是对Crying Baby 是有一定程度的容忍度 美国对于 对于孩子的容忍度是很高的 跟台湾比起来 跟台湾比起来 我觉得跟整个亚洲比起来 应该都是 他们对于孩子 就是孩子本来就会有这种现象 他不是一个成人 他没有办法理解 你叫他不要哭 你还没有办法理解 如何去释放自己的不舒适 所以他会哭 那你今天 你今天跟他搭到同一帆飞机 例如说我有一次真的就是 我正后方就是一个Crying Baby 好 那我怎么办 他就耳机戴起来 想办法度过这三个小时啊 难道他站起来 只要他说嘛 你再哭 也不用跟他过不去啦 他也听不懂 跟他过不去 就是让我跟警察过不去 因为被请下飞机会是我 不会是他 美国很严 对 因为你等于在指责一个 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个状况啊 然后空姐是会直接跟行警联络说 有人在乱 有人在骂Baby 有人在骂Baby 有人在跟 这好好笑喔 对 他的观念完全不同啦 那台湾 我觉得台湾的在处理这件事上面 他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处 就是你的小孩子如果还不够成熟 你就不要带出门 对很多人会这样 对很多人会这样 那当然呢 我觉得他们用另一种自我说服的方式 就是外面东西很脏 搭飞机很脏 啊所以你小孩子上飞机 会容易感冒啊 容易生病啊 所以你还是不要出门 比较好啦 借口借口 一个问题是很多人接受这样的自我说服 真的喔 对 尤其是他们担心 因为我觉得现在少子化的关系 所以愿意生的人 基本上对小孩子的爱动还算蛮高的 对 他是真的愿意花资源 花心力去保护这个小孩子的 跟过去不一样 过去可能家里有两胎啊三胎啊管他 第一胎第一胎顾好一点 第二胎随便的 当初养就好了 对不对 问题现在了不起就一胎嘛 一胎的时候大家就顾的比较细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当大家觉得安全 就是卫生上面是个疑虑的时候 他就不会带他出去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台湾就有很多方式 很多方式解释 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让环境比较对小孩子 不friendly 这个角度蛮有趣的 日本是文化的观念 他就是觉得 你造成别人的不方便 别人的不方便 所以你的小孩子不该出来 对 日本又更极端了 日本又更极端了 他是整个文化去禁止 让你去造成人家不方便 我们是比较取巧的自我说服 我们这样会造成自我的不方便 所以我们不要再出去 跟他们的历史脉络 可能多多少少一些 对 对 那美国的想法是 没有啊 我要做这件事情 小孩子得跟我啊 没什么好说 我要出差小孩子 跟我想象那么小 对啊 对不对 所以我只能飞啊 那我飞的造成其他人 其他人不舒服 这不是我的问题 是啊又不是故意的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又不是刻意要做这件事情的 对 这是我的自由 我选择做这件事情 而且也是在制度上法律上 我本来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OK 所以其他人你说 就较衰啊 就承受就好了 真的是蛮衰 真的是蛮衰 共同承受嘛 对啊 共同承受嘛 就飞机上同时有三个的时候 哦 我也碰过 对啊 我也碰过 哦 这个时候你就会希望说 你有一个不错的降噪耳机 可以戴在耳朵上 你目前用到最好的是什么 我真正好奇 我现在最贵的应该是Sony的吧 Sony 对 以前我用Boss 然后后来用Sony 对对对 我现在是用Sony挂在头上 会好一点 撑一下 撑一下 要不然就是反正就转移注力嘛 电影一个接着一个看 反正想办法不要去想这件事 还有速读玩起来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好啊那今天很开心 谢谢教授 谢谢教授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